平川树林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令神大战Happy的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R归岛 出身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兽族 IDLYN目前的第一兽族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亡灵 IDHappy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学手 目前是世界第一亡灵 好看看双方的一个开局啊 目前来看 Happy的话大概类又是DK首发 常规开局 另外一边令神这一边 应该是选择先知了啊 单地洞跳本 这样的话科技速度会非常的快 二本之后直接出飞龙 这个战术的话容错性非常的低 但是只要飞龙的数量能保持优势 团战还是比较好打的 尤其是爆发能力 但如果中间链级被抓了一次 可能就会天崩地链 好那看一下这一局啊 双方的一个发挥 先知 大战 DK 死亡骑士 开局 双方的话还是常规开 这边欧环的话 纪律性还是比较的强啊 依然还是要去做一下侦查 版本用的是1.36 所以说不会出生在自己的附近啊 不会出生在近点 肯定是对立点位之一 好 他现在第一时间就侦查到位啊 不愧是你啊 欧环 另一生家里的话 很早放了一个战争模仿 后面的话 才木头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 地洞再造 先知出来之后 接下来干啥呢 应该是去骚扰 还是自己练啊 好 去骚扰一下对手 不让对手开心的练 欧环的话 英雄出来 直接是卖TP啊 这欧环打的还是比较的自信 开局 卖TP 来了 练一下门口的一个411 骷髅一招啊 小骷髅这边的尸体 是小四生出来的 是第一神A了一下 哦 我们看一下开局 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欧环的话 开局就一个智力加三 对DK来说 这个装备前击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另一神 还是得继续干扰 不能让对手那么开心的练 来 骷髅的经验值赚一个 不错啊 另外一边 悄悄的消耗DK的一个状态 好 一级海归 双方的话也是各种争抢 一发C 带走一匹狼 啊 DK的血线掉了三分之一 另一神这一边 抢了一个骷髅的经验值 好 双方的话 还是各种小细节操作啊 哎 反补 不给你经验值 Happy这一边有没有 哦 重新再拉一波小狗出来啊 四条小狗 对于Happy来说啊 他的DK 一般是要练到三级 练到三级之后 就开始抓你练级了 小狗一身血 非常自信 拉回家 没有去C 身上的C 还是省着脸用 继续练四摇摇 先练一级海归 你抢摸 抢不倒 那这边 那这边 批狼 咬谁呢 先想要 咬一下 好 先咬一下小狗 想抢 没有抢着 这边的话 打了又是一个智力加三 哇 两个智力加三 DK前期的装备 非常的不错 那怎么办 先知的话 还得继续骚扰 等自己的二本科技好啊 二本马上升好 二本升好 发一个小歪 小歪出来之后 那和先知 就有能力 可以击杀这个DK了 DK这边是 买了一个贵族投还 这开局的DK的装备 确实不错 继续练第三个411了 先知表示 我再来扫揉一波 来 海归 把一个骷髅给干掉 想抢 没抢着啊 目前来看 DK又打了一个敏捷加三 Happy这个抗压能力是真的强啊 他练技的时候 你想撞他一点东西 非常非常的难 那先知的话 搞了半天 只是蹭到12点经验值 这边DK 已经是328点经验值了 好 第四组411 这欧魂表示 我全都要啊 一点也不给你机会 全要 关键是这装备掉的 也还行 好 小狗抬回来 先知这一波 看到他们杀掉小狗 现在小歪即将走出祭坛 先知表示 我这里能拖一点时间 就拖一点时间 好四季海归 哎呀 还是被他给打掉 这边又打了一个优越之间 装备还是很不错 哇 拼了半天 令神值抢到12点经验值 难 真的难 卡位卡位 DK的话过来 提供一下光环 是吧 有必要 来一发C 这欧魂掐制一算 这个时间点练完啊 刚好小歪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练完了 这里 能不能把这个小狗给干掉 欧魂一看 嗯 你卡位确实卡得不错 那一发C 抬回来 好 还在卡 还在卡 欧魂的话提供一下光环 小歪即将过来了 看看能不能杀一条小狗 这个狼一直在卡位拖时间 欧魂现在 嘿 我到家了 你还追吗 好 DK再卡一下位置 两个人互相卡位 欧魂 好像不费一兵一卒的代价 直接练完了四个点 那小歪出来之后 好吧 DK再物在我里面 不出来 那就只能自己练 自己练的过程中 双兽然 宝飞龙 三本啊 三本一号 生个毒飞龙 那现在令神必须得赶紧练几了 把英雄等级练到双三 就有一定的概率 给你硬钢了 这边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装备的话还算是一般般 DK过来一看 嘿 野怪呢 这野怪被勾走了 小狗过来一看 好像没有 好 再三确认 嘿 两个回来了 嘿 两个回来 看看能不能到三 那令神 现在有两个飞龙了 有两个飞龙的加持情况下 练击效率确实提高不上 小歪这里整了一个 加五的攻击之爪 Happy的话 好 小点看不上啊 直接是练中间的商店 DK练完 马上到三进 这边的话 已经确认 对手是飞龙的开局 那我就出天鬼了 好 两个人 哦 这一局令神进攻的节奏 有点快啊 以前的话 他可能会先练 练到三再打架 但这一局直接上来 好 先把对方的一个天鬼给点掉 然后再杀小狗 小狗 哦 哇 小狗已经满足不了了 想杀英雄 这一波令神打得非常的机器主动 Happy这边的话 嘿 这个阴影出的也非常早啊 开局不到七分钟 阴影就出来了 以前的话 可能要中后期才出 这一局很早就出阴影 主要是令神这套战术 说炼击效率非常快 所以他出个阴影啊 方便抓你炼击 那令神表示 既然你要抓我炼击 那我就给你硬拼啊 前期就硬拼 来 两个人都不想乱对手练 哎呦 直接NC一个怪抢掉 但装备被小狗拿到 哇 加5加8 这个装备看起来不错哦 5-1的话表示不开心 这两个装备应该是我的啊 又一发诺瓦 这 你两个一级 是吧 别弄三腰 这炼击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人家挪娃一下 NC一下 哇 经验值全抢 好 这边有四个飞龙 两个自爆 Happy这一边 看看要不要啊 毁灭还在神级当中 好 毁灭神级当中 狂狗神级当中 这边有阴影在啊 所以说你炼击 他一切看在眼里 关键呢 这个大野怪的话 他想想就能翘啊 所以对令神来说压力很大 只能够 哦呦 三英雄出来了 炼金术士 炼金术士 打飞龙很强 现在Happy不让令神炼击了 以前两个人对炼 发现不死族 炼不过这个兽族 他现在不让你炼了 好 一般你不让我炼 那令神这边的话 就会双线操作去骚扰一下 来 杀一条小狗 这边分兵操作 只要我队伍机会炼了 好 这边飞龙要小心啊 对手的话 万一出几个空军 可能就把你给对住了 Happy还是不让对手炼击 令神的话还在继续爆飞龙 人口50 44 那令神人口稍微的领先一丢丢 但是Happy英雄等级领先 好 DK的话 现在有一个辅球 有对空能力 哎 令神想打架 令神这一集打得有点刚 好 以前是不到双三不打架 甚至是要高二十人口才打架 但这一集他好像沉沉易动 好 Happy直接硬上 令神敢不敢接 人口4650 双方人口差不多 后患的话 这一波三本非常强势 上来 哇 一发C 带走一个自爆 完了 这一波好像要硬接了 看看一个牛酸炸弹一扔 飞龙自爆 太脆了 小Y只有一己之了 奶量不是特别给力 令神的话怎么办 先要把毁灭给清理掉 毁灭清理掉 然后好 毁灭 干掉 接下来的话 先知小心 小杀英雄 小杀DK 看到没有杀DK 把对方又一个毁灭飘起来了 那还得处理毁灭 你不处理毁灭的话 你的妖术 你的狼都没用 是吧 毁灭好 又点掉一个 可以干掉两个毁灭 这一波看能不能杀DK DK一森血 小Y一个面 好 有机会秒DK 来 一森血 秒DK 先知 叫一个TP 这 没有秒成功啊 DK 20多地血 撤退成功 哇 这两个人拼的 确实极限 好 Happy的话 这一波争亡了两个毁灭 但是令神争亡了四个飞龙 战死确实相差非常的大 人口3938 令神人口已经落后一丢丢了 这Happy的话 这个阴影跟的是真的稳啊 你刚出来 我现在又跟上你了 DK练剂 你过来抓 我一起看在眼里 特意买了一个无敌 还有一个回二戒指 来 令神直接过来抓 现在杀英雄波 飞龙 见面的话 哇 直接被秒 又一个飞龙来了 呦呦呦呦 秒DK好 一个遍 毁灭 哦呦 看能不能杀DK DK DK 哇 DK 14地血 交了一个无敌 然后DK好像想反杀了 DK 这边的话买了个TP 先知 一丝人血 呦 哇 瞧秒英雄 没有秒成功 先知反变秒 我们恭喜欧皇啊 十分钟左右 拿下 关键这十分钟双方拼的也是 真的是不顺你死 就是我活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